你不想要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我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你 这样一来 顾欣妍就可以彻底出局了 局面就可以接约安瑞的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局吗 以后你不要自作主张 好 超级谢谢 来 喝点水 谢谢 没事了吧 没事 明康真的 太谢谢你了 行了 别客气了 李明康 李明康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本事啊 我以后再也不会嘲笑你八卦什么事了 你知不知道你刚刚有多帅啊 帅出天际吗 是啊 在心言危难之间 你两肋插刀 八刀相助 踩着七彩祥云 做一名盖世英雄 我其实特地想把这个盖世英雄演下去 但是呢 真实的英雄啊 另有其人 谁啊 你猜 杰克 杰克 找我 对 我找你帮忙 找我帮什么啊 这是顾欣然在地下社库的视频监控 能证明她的清白 你把这个视频 从右盘搞进手机里 立刻去发布会 找记者公布 那你们怎么自己不去啊 我是财务部的 实处公平 你跟她是一个部门的 更有说服力 好 我替心言先谢谢你 我这有趣 谢了 杰克 没错啊 真正的盖世英雄啊 其实是杰克 你别看她平时思思纷纷的 关键时刻啊 还真不掉脸子 没想到杰克 还有这种本事呢 搞得我还以为是 你李明康干的好事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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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台前英雄 还是幕后英雄 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你看看人心眼 你管我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们开始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不是说过了吗 在公司里不要接触 我找你有事 哥 又是顾兴言的事 邮件你收到了吗 孟潇潇才是幕后的黑手 你为什么要让顾兴言背黑锅 还让他辞职 这是你该关心的事吗 我就见不得他受欺负 哥 你还没回答过呢 第一 谁背这个黑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锅得有人背 第二 举曼那边虽然要求顾兴言引咎辞职 但是我没有跟顾兴言提这个要求 今天他主动来找我 我确实感到很意外 那是他把东晨受牵连 影响公司的声誉 他多爱东晨啊 我就不明白了 他为什么一直爱着这么一个 让他受委屈的公司 自从他进东晨以后 多努力啊 但是越努力 受的委屈就越多 我看不惯 你看不惯的事多了 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怎么就不能学会一点忍耐 还有谁比我更爱东晨啊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 东晨就是我的一切 但是你要知道 爱有时候总是伴随着委屈的 今天李明康发出来的那个视频 是不是也是你弄的呀 我让你隐藏你黑客的身份 你能不能给我记在脑子里 反而我不管 以后他要是再受欺负了 我还这么干 等等 顾兴炎的那个设计 根本无法实现 这种雕刻工艺 全国只有一个人能办到 但是这个人 恰恰绝对不会跟东晨合作 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为什么不来跟我说一声呢 谢谢董事长关心 其实 我也没什么好委屈的 我在签曲曼的过程当中 确实犯了一些激进的毛病 我在跟阿里奈的竞赛当中 有点急于求成了 并不是你的方法不对 也不是准备不足 而是事情未必就是 我们眼中看到的样子 你的才华我很喜欢 能够勇于承认 不足的勇气和胆破 我也很欣赏 你放心 在曲曼这单上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谢谢董事长 你就是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就是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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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想吃什么 幕后英雄 怎么就幕后了 我还成英雄了 李明康早就告诉我了 忘了跟他说守口卢瓶这事了 你以为你玩得住吗 能够自由远程地切入一个地下停车场的监控系统的人 我还真想不到第二个 还有 谢谢你啊 这两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要不是你在我身边给我技术还有心理上的支持 但是我恐怕早就撑不下去了 我就是给你提供了点技术上的支持而已 再说了 我这点小伎俩 老不用说给杨阳啊 你全单是帮我一个忙 给我一机会练练手呗 吃完饭请看电影 看电影 我真的好久没有进电影院了 多久 我从国外回来到国内 好像就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你呀 肯定是一下班 回到那小黑屋里就 各种画图纸 其实生活呢还是需要休闲的 放松一下 你请我吃饭 我请你 看电影 好啊 顾欣妍 你把这些设计稿发下去 一个都没过 干我干吗 不要怀疑 确实一个都没过 你的也没过 我说你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筹好吗 这样只会造成困难 弄得鸡飞狗跳的 全部都没过 下周一 再交易稿 真把自己当总监 迫不及待了呗 不要嫌疑 不要嫌疑 还没过任何事 我于是请你 谁都没了 我还没了 你请你试团 是吧 又是吧 都有了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你 那是 我都没给你 对不起 别别别 你们不要向我对不起 这件事情 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就一心想着说 要把设计图交给你们 一心想着让曲曼小姐 签约东城 很多时候 我都没有站在你们的角度上 去看待问题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 这个绯闻怎么就出去了 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应该是我向你们对不起 也确实是困扰 不过我们这一天想清楚了 与其每天这么偷偷摸摸的 不如借这个机会公开吧 太棒了 恭喜你们啊 恭喜 太棒了 天哪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来 看这儿 看这儿 来这儿 来这儿 来 祝福你们 曲曼小姐 高远 你们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新颜的 找她 新颜 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设计以后 我非常地喜欢 这个图形在我脑子里无法抹去 你们公司也拿了很多设计给我 但是看来看去 只有这幅海棠花是最大的我的 所以 我决定就是她了 不好意思 谢谢 曲曼小姐 您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就上楼和你们东城续约 就用你的设计 太好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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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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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真的很喜欢我的设计吗 非常喜欢 不过离我去嘎嘎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了 能不能带上这漂亮的配饰 可就看你了 没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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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恭喜欣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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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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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吾网 吃鞋 欣言 欣言 勇吾网 吃鞋 好 谢谢 太开心了 有里面花费啊 不开心 今天晚上得聚一下 董事长 诸位 今天我是所有的报纸啊 都刊登了 就是咱们东陈 那个曲曼 再嘎嘎 拿下所有的配饰权 还上了头条 所以设计部那边 要加紧相关的工作 同时不能让这款产品的设计师 顾行言 白白辛苦 我们必须要给予重重的加强 大家不反对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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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一点 没一点 没有 没有 另外 设计部总监的位置 也不能再恐缺了 我看就依照之前 顾行言和阿瑞娜的竞赛规则 提拔顾行言 我只保留意见 那是 林总的理由呢 顾行言的设计 确实打动了曲曼 并且已经前了代言 但是他的鲁莽 给设计部和东陈 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困扰 到现在还余波未平 要不是那段视频 证明了他的清白 他现在恐怕已经 不是东陈的员工了 因此我觉得顾行言 还缺乏力量 林总 这是又要卸磨杀驴啊 之前的规则白定了 就让员工的辛苦努力 这么白白付出了 这样下去 我们何以负重 顾行言还太年轻 她领导不了设计部 我们堂堂东陈 连一个设计总监 都选不出来吗 这这二伟都消消气 要不我说两句 这个 我同意董事长的建议 是吧 就是不提拔优秀的员工 那就是含了大家的心了 同时呢 我也赞成林总的意见 顾行言 从年龄阅历上来讲 他执掌设计部的率印 恐怕为时尚早 你经历 那个董事长 我记得东陈设计部呢 曾经有过首席设计师和总监 同时存在的现象 是不是这样 好像就 是啊 当时是首席设计师呢 主管这个总体的设计 总监呢 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你看咱们能不能这样啊 我们提拔顾心言 做首席设计师 Arena做总监 这样呢能够发挥两个人的长处 对东晨还是有好处的 行 我同意 好吧 我也同意张董事的看法 毕竟呢 孤星言来公司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如果现在就提任总监 恐怕难以服众 但如果说一点说法都不给 那又会打击员工的积极性 所以我觉得 张董的提议呢 是最稳妥的安排 是啊 好吧 既然张董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们就顾且折衷吧 只能这样喽 听总是啥呢 这张公卡呢 比你之前那一张有了更高的权限 也代表着你在这栋大厦里面 你有了更大的通行范围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的是 我知道 早到五分钟不会有人发现 但是加班的时候 早走五分钟 一定会有人找你谈话 这是之前了 现在可不一样了 现在你可是首席设计师 如果每天早上 你不比那些普通的设计师 早打卡五十分钟 那你就是不勤奋 你每天不比别人多加班一个小时 那就是不经验 这算是我给你一个新的忠告了 叶总监 谢谢您之前还有现在的忠告 都让我很受益 走了 还有 你的工资会比之前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这个月的工资卡里就能体现出来 到时候你自己去查办 喂 你们的起什么号码 回去工作 快点 这个是 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办公桌 首席设计师 这怎么一回事 这个办公桌的问题呢 你应该去问一下工程部的人 至于首席设计师的抬头呢 应该去问一下 职业的人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有这个人命啊 是这样啊 副总 这首席设计师呢 确实设立在设计部 但是在业务上 不归设计部副总监的管辖 而且恐怕 您和首席设计师在职级上 是一样的 嗨 你好 来了 晴妍 好不容易买这个大箱子 秦妍 你要喝咖啡吗 我去帮你冲一杯 或者我到楼下给你买 不需要 芳芳 谢谢你 如果我想喝的话 我自己会去动 你现在是大忙人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你就尽管跟我说 好 谢谢你 芳芳 那些 墙头草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没什么 你说说 她一个副总监啊 为什么 一定要霸证着人家 总监办公室 而且还不至于 我把明凯给换掉 我改期啊 一定要去工程部 好好地反应反应 好嘞 好了啦 小晴 不要去管这种闲事了啊 好了 东西应该也收得差不多了 想不想去那里看看呀 好啊 来了 事实确实不错啊 来 晴妍 晴妍 我们两个有没有这个荣幸 分一下这个军工章啊 我当然可以啊 来来来来 给你贴一个 给你一个 既然获得了这份殊荣 那我可就要问一下了 那个晋级者在晋级之后 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啊 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什么变化 公司涨 这么大的变化 怎么能不叫变化呢 请大家吃饭 我要吃大腾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我提点 除了吃饭之外的 近视性的意见啊 既然涨了工资 你就在公司附近 找一个新家吧 不然之前住得有点远 太危险了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们 最近呢 我也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顺利的话 这两天就办 那你搬家的时候 跟我说一声 我们去帮你 谢谢 我也来了 妈 谢谢 不过话说回来 你刚刚问我 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 那还真的没有 可是经过了这么多事情 经验还是可以 跟你们分享一下的 想听吗 想听想听 快说快说 其实呢 不管站在哪一方 或者哪一派 都会有风水轮流转 人走茶凉的那么一天 只有把自己变强 只有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才可以更好的 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没错 干嘛 干嘛 咋的了你 我 我 不小心发呆了一下 明康 你有没有觉得 虽然现在和欣妍 好像没什么变化 但是其实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看你又想多了吧 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了 这不都在设计簿里了吗 你不懂 从小呢 我就是那种站在旁边 给人鼓掌 喝彩的人 可是哪怕只有一次 我也想别人 为我鼓掌 为我欢呼啊 晓晴 每个人呢 都有每个人的节奏 那说不定下周 下个星期 下个月 对吧 同事们就给你 呱呱呱呱呱呱呱 鼓掌了吗 你呀 老是说这些好听的哄我开心 要不这样 你给我表演表演 你现在就给我来一个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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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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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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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真真虚传 我说的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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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文字幕志愿者 恭喜 那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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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